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四段 Aside from mice and elephants Other creatures are often used in English expressions as well 我们看这一句 一开始就给了我们另外一个片语 这个片语我们在之前前面已经讲过了 那 Aside from 除了什么什么之外还有 那我们之前已经有讲过了 它可以等于 Besides 或者是 In addition to 的意思 所以它说除了老鼠 记得Mice 是 Mouse 的副数 除了老鼠还有大象之外 Other creatures 其他的生物 Creature 这个字我们来复习一下 Creature 这个字它的意思中文就翻成生物或者是物种 其他的物种跟生物也通常会被用在 这边用的是一个被动语态 Be used in English expressions as well 它也会被用在英文的词语里头 好 那这边 As well 要特别提醒同学 它就是 To 就是也的意思 那这边要特别提醒同学的是 它如果当作 To 的话 习惯上放在句尾 它前面要有一个斗点 好 所以除了老鼠跟上一段 所提到的老鼠跟大象之外 其他呢 也有一些动物呢 它是被使用在英文的一些词语里头 好 所以接下来 We will focus on two here One is birds and the other is insects 好 我们看一下 好 我们先来看这个字 这个字呢 我们念成 Focus 好 Focus 这个字呢 当作动词 它的意思就是集中 好 当作名词是焦点 那我们说集中在某一件事的上面 介系词呢 要用 On 所以呢 它说接下来呢 我们将集中在两个 两个什么呢 两个生物 两个物种的身上 Here 指的就是这里 那这边呢 有一个很重要的文法呢 因你必须要提醒同学的 当我们在一个句子里面 或者是一个段落 我们有特别标明两个的时候 那这时候你就要特别注意到 当我们提照其中的一个 剩下来的那一个 不要忘记了 要用 The Other One 跟 The Other 好 这个是同学要特别注意到的 那这个 One 跟 The Other呢 是属于单数 那负数呢 就是要 Some 还有呢 The Others 这个特别的提醒同学 一个是单数的用法 一个是负数的用法 Some and The Others 好 所以他说呢 其中一个 因为他给了我们的很明确的数字 就是只有两个 所以其中一种就是鸟类 而另外剩下来的那一种 别忘记了 要加定冠词的 就是 Insects 好 那我们看一下 Insects这个字呢 它的意思呢 指的就是昆虫的意思 好 那我们知道昆虫呢 还有另外一个字就是虫 虫呢就是worm 就是乳虫 就是在地上爬的 没有脚的那一种叫做虫worm 好 所以我们知道呢 有一种虫叫做 Earthworm 好 Earthworm呢 这个字 两个字 指的就是蚯蚓 好 接下来呢 他说 People who are as proud as a peacock often make others think that they are overly confident and show great pride in doing everything 好 我们看这一句 他说people 好 people呢是哪些人呢 好 这边有一个形容词子句 对不对 who are as proud as a peacock 这就是一个形容词子句 用来修饰前面的主词 那这边的主词呢就是people 好 人们哪些人呢 那些呢和peacock一样骄傲的人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字 这个字呢念成peacock 好 它是孔雀 那如果同学有注意看的话 它其实里面有一个字叫做cock 它的意思呢是攻击的意思 在前面呢加上一个pea 就变成孔雀 所以他说呢那些呢 和孔雀一样骄傲的 好 这个as 什么as 就是和什么什么 一样怎么样 所以这边呢那些呢 和一只孔雀呢 一样骄傲的人呢 often通常呢会make others think 好 那这边有一个所谓的实义动词 我们在刚刚曾经讲过 这个实义动词make others think 后面要接圆形动词 它会让其他的人 好 那这边的others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发现它加了s 那表示它是一个代名词 而且是一个负数的代名词 那这边的others就等于other people 他们呢会让其他的人呢 认为这一件事 所以这边的that所引导的 就是一个名词子句 在这边呢当作think的手词 它会让其他的人呢 认为这样子 这件事情是什么呢 they are overly confident 这些呢像孔雀一样骄傲的人 他们呢会overly 好 overly 这个字中文 我们就把它翻成过度的 指极度的 好 过度的怎么样呢 自信 and show 而且呢他们呢 还会show great pride in 他们会在哪一方面呢 会展现呢 过于过大的自信 show great pride in 好 那后面呢 就是doing everything 他们做每一件事情呢 都觉得非常非常的高傲 就是呢比别人 可以做得更好的意思 好 接下来他说 when you call someone a chicken you mean that the person is a coward and it doesn't dare to do something 好 我们看这一句 when you call someone a chicken 好 那这边特别要注意到这个动词 call 某人 call a b 就是把a称作b的意思 把a称作b 那这边呢就直接call a b 所以这边的a就是someone 当你呢把某一个人叫做chicken chicken原本是小鸡的意思 那这边呢你用小鸡来称呼一个人的时候 you mean that 你的意思就是这件事 所以这边呢跟刚才的那个that指句一模一样 它都是当名词指句 在这边当作意味着这个动词的授词 所以呢当你说一个人是小鸡的时候 你用小鸡来形容一个人 来称呼一个人的时候 你的意思就是 the person is a coward 那个人他是一个什么人呢 他是一个coward 那coward的意思是懦夫胆怯的人 好所以这个字呢 如果同学呢特别注意看到的话 他其实也跟一种动物有关 就是cow cow就是母牛的意思 好所以那个人呢 他是一个胆怯的人 是一个懦夫 and doesn't dare to do something 而且呢不敢去做某一件事情 好那这边呢我们在讲单词的时候 有特别跟同学提起过 我们说don't dare to 好我们说呢不敢做什么事情 英文念成 do not dare to do something 这边特别要提醒同学的是 后面要接不定词 但是呢我们也在讲单词的时候 有特别提醒同学 dare这个词除了可以当作 一般动词之外 它也可以当作助动词 那当作助动词的时候呢 是用在否定句 所以这个do not dare to do something 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它改成 dare not 但是呢当作dare not的时候 特别注意到你后面 就要接原型动词 因为这个时候的dare 它是属于助动词 所以呢这两个dare 它的词类是不一样的 同学要特别注意到 所以说呢当呢你把一个人呢 用小机来称呼一个人的时候 你的意思就是说 那个人是个怒夫 是个胆小者 而且呢不敢去做某件事 好接下来我们讲完了鸟类之外呢 家禽类之外呢 我们来看一下昆虫 它说bees are commonly associated with intelligence and english 我们看一下 接下来的主角呢 就是蜜蜂bees 好bees呢are commonly associated with 这个我们在刚才已经讲过了 be associated with 就是和什么什么联想在一起 那这个commonly这个字 它的意思呢就是普遍经常的 就是英文念成commonly 那这个字呢其实是从common 形容词演变过来的 好所以那通常会跟什么东西 会连结在一起 联想在一起呢就是diligence 那diligence这个字 指的就是勤勉勤奋的意思 它的形容词就是diligent 这个字同学不妨也记一下 所以说呢通常呢 它会在英文里头呢 它通常会跟勤奋 会联想在一起 好最后它说 if a friend of yours is always working then he or she is a busy bee or is as busy as a bee 好它说呢假如 给我们的连接词 假如呢a friend of yours 好这样子的表达法呢 其实我们经常看到的 这个your's其实就是一个所有格的代名词 在这边其实它就等于什么呢 就等于your friends 所以说呢a friend of yours 其实它可以等于什么呢 它可以等于one of your friends 它的意思是一样的 你的朋友当中的其中一个 a friend of yours 好那既然a friend of yours a friend它是单数 所以你们发现 后面的动词呢 要用单数的is 好所以它说呢 假如你有一个朋友 他总是在工作 总是埋头在工作的时候 假如这种情形发生的话 那么then he or she is a busy bee 它就是一只忙碌的蜜蜂 or is as busy as a bee 或者是呢像蜜蜂一样的忙碌 好那最后呢indy呢要跟同学呢 说明的补充就是 当我们说一个人忙着做什么事情的时候 特别要提醒同学 好我们说当一个人忙着做什么事情的时候 be busy 好提醒同学 他后面一定要见懂名词 好所以呢在这一段里头呢 我们提到了另外两类 一个就是鸟群类 另外一个呢就是昆虫类 在英文上面的联想 好所以这一段呢 我们就讲解到这里 我们就讲解到这里 我们就讲解到这里